大家好,我是新一讀書Live 今個星期一繼續和大家討論林直的這部書 《摩尼》自己去寫的散文是寫得好看的 我經常都覺得香港寫散文好的作家其實真的不太多 因為散文其實是難的 因為你的字數有限 你可能都是兩版或者三版 你有限的字數裏面 你怎樣為一邊好的散文 其實我覺得你無論看電影也好 聽過樂曲也好 或者看一個散文小說也好 其實原則都是一樣 字數有限裏面 總之你電影也有限 九十分鐘 樂曲也有限 可能是三五分鐘 總之在有限的時間裏面 他怎樣可以表現到好的文筆 怎樣可以表現到後面的一個Logic 就是一種層層推進 他知道自己 無論是寫散文的作家 或者是電影的導演 或者是一個製作家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只要是一個有要求的觀眾 其實是會知道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知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 知不知道自己在填什麼 那你有一個邏輯的推進 還有有些鬼主義 就是有些很新鮮的想法 就是人家是這樣看 而你又有另一個角度 就是不需要去討論角度好不好 但是就是有一些另類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 這個就是為之一個好的三文革 但其實在這麼短的蝙蝠裏面 可以做到這麼多東西 至少我要求的三樣東西 其實也不太多 在香港 我們稍後就再看林夕的散文 但在未講書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一個多兩個月的 其實都不是一個多兩個月 是我一向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早上起床 在未洗臉 撐牙之前 我會在床上吐一會兒 可能吐半個小時 或者吐九個字 那半個小時 我自己做了什麼呢 人開始醒了 我就開始 就在 搜尋YouTube 搜尋一些新聞來聽 因為是BBC 有時是CNN 還有有時 以前是香港的 譬如中新聞 那些 現在就變成了一些 各大的KOL台主的頻道 譬如說樓市 說經濟 那樣 聽了一會 等人開始溫暖 醒醒醒 然後才去洗臉 但是其實 這個習慣 這麼久以來 我想是這幾兩個月 其實是 我聽了很多 關於樓市的新聞 其實是令到 人是很悔的 很沮喪 因為你以前會覺得 在香港 由我婆婆年代 到我媽媽 到我這一代人 去到我這一代 現在這個年紀 就終止了 以前買樓 就是財富的累積 就是你越買樓 很多 你的錢財 你的財富 累積得越豐厚 但是自從辣椒之後 辣椒就小陽春了 我想一個多月 然後 現在跌到地獄了 就是現在 以前有樓 就是 是一件 是富翁的表現 現在買樓 就似乎是悲劇的開始 就是你會看到 現在樓價一直跌 跌到 你過去十年到十五年 累積的財富 基本上是一夜之間 其實已經是蒸發了 我看了很多 譬如 名人 我相信最近看書期 在十年前 買了一層樓 1.2億個單位 但是現在 同一棟東西 它低層少少的單位 已經是去到 剩下七千萬 其實帳面 是沒有了五千萬 沒有了五千萬 那 只是個別例子 其實你看到現在 有很多名人 富翁富豪 不斷去買東西 全部都是蝕養 不斷都是蝕 幾百又有 幾千又有 甚至蝕幾億去買都有 為什麼呢 如果你不賣 不賣 不賣住 那 還未計算 如果你現在要賣 要賣的情況 只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你要還債 如果你不是要還債 那就斷估你不需要 等錢花 要去便宜賣 賤賣自己的資產 要不然你就趕著移民 但是剛才我說的 其實基本上 都不是趕著移民的 就是 很多都是因為高息的情況下 要還債 那就唯有 沒有辦法 如果你不還不到 就召喚 那就更糟了 那就唯有賤賣 每天都是充斥著這些新聞 你就會見到 其實現在的狀況 我就突然之間 就是想起我 就是我媽媽 就是你們都 都很熟的了 就是我久不久就會 說一下我媽 就是過去教過我的東西 就是我想她在 十五到二十年前 她跟我說過 有兩件事 在香港千萬不要做 第一件事 她叫我不要賣樓 第二件事 她叫我不要生孩子 就是 那時候呢 我真的 我想那時候 是我三十多歲 那時候 她跟我說的時候 就是 我跟朋友說 所有我的朋友都說 不是吧 就是那時候 我見到 施先生 施永青 每次見到我都說 Sharon你買樓沒有 你不買 只會愈來愈貴 所以 其實 我想是 沒有人會預計到 香港會有這一天 就是 今天 現在這個狀況 是幾代人在香港 都沒有辦法可以想像得到 哇 竟然香港今天會這樣 以前 大發展商 不要說大發展商 只要你是發展商 你有樓是新 那你就已經 是一個富翁 是爭在大庫 還是小庫 還是中庫 現在你有層樓就是悲劇的開始 除非 那些樓 就是二十年前買 二十幾年前 三十年前 斷古 斷古 都不會跌到那裡吧 如果跌到那裡 香港就跌了樓 就陷入不僅地獄 就陷入地殼 已經是 但是你會見到 現在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就是近十年八載買了樓的 全部都負資產 沒有一個不負資產 因為你正常買樓 譬如千百萬二千萬 你很少會一次過 pay off 很多都可能是 pay 了一半 Pay 了六成 很有錢 Pay 了六成 可能其餘那些就是供僅 那怎樣都是在捱貴息 只要你一天在供僅 你就在捱貴息 但是問題就是 捱貴息也不要緊 問題是 因為如果是以前的世代 你會見到那些樓 就算我今天捱貴息 我是有回報的 將來是幾倍幾倍回上去 現在就當作投資 當作插央 但是現在捱貴息之外 樓價是不斷跌 所以全部都是負資產 你想想這個心情 是什麼心情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媽媽跟我說 第一不要買樓 第二不要生孩子 但是竟然在今天 全部都中了 真的 這件事 真的很驚嚇 以前他叫我不要買樓 他說 在香港 有舊地方住就夠了 他說你就不要 不要買了 其實我有時都在想 如果我在十五年前 或者十年前買了一層樓 隨時今天可能都未供完 可能是剛剛供完 你剛剛供完 其實你都逃不掉 這個負資產 你都逃不掉 你那層樓 跌 供完我就覺得 我應該怎樣都供完 因為我十年 十五年前買 但是就肯定那層樓 你剛剛供完之後 那層樓 可能如果你買 是二千萬的話 可能現在只剩一千六 或者剩一千五 你想想是一個什麼的心情 你說是不是一個 真是 是一個多麼憂鬱的心情 所以你沒有想過 香港的地產 會去到今天 以前就是 就是 買地產 就是有樓 就是 這個 就是 富裕的象徵 現在就是悲劇的開始 還要 不知道多久 但是 你說OK 每一個的市道 都有一個市道的狀況 就是 我媽媽 其實她是一個很豁達的人 她經常都說 就算我現在覺得 現在真的很糟糕 我是真心地覺得很糟糊 是 是覺得 是彷徨的 對於這個將來 我要說一下 其實我的彷徨不是沒有 ground 你看到 先不要說什麼政治體制的改革 那些其實已經是完了 變了就已經是變了 我們不追回去再看 不用說什麼選舉 有些我們不看那些 我只是看看現在 純粹是民生上面的事情 怎麼會令到我覺得 真的很沮喪 這件事 你看香港YOU最近的那件事 我相信 段古你怎麼都有留意 但我又很奇怪 大台新聞 其實沒有人追這件事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香港YOU的 business school 院長 跟大陸的財新網 做了一個訪問 裡面說什麼呢 就發現香港YOU business school裡面 那個master的學位那裡 有很多學生 原來是假學來的 就是做假 申請入去香港YOU的master 是說 最少有30人 但他已經有兩個 已經是報警 拘捕了 因為為什麼要拘捕呢 這個就是黃秋 是不是叫黃青霞 就是李隆基那條女 黃青霞那個case 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 其實這件事 其實聽完的時候 我是很震驚的 這個震驚是什麼呢 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 就說 香港YOU的院長 他發現這件事 他是跟財新網說 而不是跟香港媒體說 而香港媒體是看了財新網的報導 現在才開始follow up 那件事 就是明不明白那件事 以前從來追新聞 都是香港的新聞 是去追新聞的 是做著一個 第四拳的監察 檢察 檢察 所以壞人不敢做壞事 這麼張揚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人想做壞事 是讓全世界看的 都是暗一點 現在香港的新聞 已經失去了 令到人不敢做壞事的功能 就是因為完全自殘 沒有人敢追 結果 就是香港YOU的Business School的院長 他是跟財新網說 就是香港YOU的Business School 是發現了有30個造假的學歷 造假的學歷 接著有兩個現在是被抓了 一個24歲 一個34歲 一個出入境的時候被抓了 這件事竟然不是跟香港的傳媒說 這件事 由此可以看到 就是香港的媒體 其實真的很慘 這麼多年來 曾經我也是業界一份子 就是 你這些新聞 追到你天腳底 哪有這麼靜的 是不是 香港YOU有 香港YOU Business School有 其他Faculty有沒有呢 Matic有沒有呢 Law School有沒有呢 中大有沒有呢 BU有沒有呢 科大有沒有呢 成大有沒有呢 就是 炒到天腳底 就是要把這些壞分子 炒出來 這件事很靜的 第二件事 就是說 我呢 最近和我的朋友吃飯 大家都在香港大 在香港讀書 我就和他們討論這件事 大家都很驚嚇 因為 其實香港呢 我想在座 你們看我的片 的觀眾 都是香港大 是不是 香港讀書 你有沒有聽過做假學歷 真的沒有的 真的 是 想都沒有想過 真的 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你入到就入到 你入不到就入不到 真的沒有想過 是會做假 走去拿學歷 你想想這件事 其實都是由自入興之後 開始就看到這些 還有 那份量是不少的 說的是 最少30人 現在呢 院長呢 叫做蔡鴻斌 他預計攝氏的學生 最終可以到80到100人 你想想是一個 多麼誇張的一個數字 現在只是Hong Kong U 你未知其他 Hong Kong U的business School 你未知其他faculty有沒有 還有你未知其他院校是怎樣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 香港那個 大專學院 哇 那麼多人造假呢 這件事呢 就是令到我做一個 香港市民的時候 我是很 真是恐懼的 為什麼一下子 香港會變質變得這麼 這麼交關的呢 院長呢 他有解釋的 就是因為 他們有很多 就是透過中介公司 去申請 那中介公司呢 就算是幫你寫過一個 好一點的 就是application letter 我猜是 因為我從來自己 我真的不認識那些 中介公司 因為我自己入學 過去這麼久以來 就自己寫application 就是你有多少 就寫多少 你的transcript 可以寫到多少 就是寫多少 那你沒理由明明 C可以寫個A 是不是呢 你明明是這個second note 你寫不到自己是first song 那我就不知道那些中介公司 是怎樣可以 就是 就是 所謂的包裝 原來呢 其實是 是假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假的 假得呢 都很誇張 就是我看到那些新聞 就是它就說 是 是 所有那些 就是譬如有時候 他是在海外讀 就是全部 首先說這三十個學生 全部都是大陸學生 全部大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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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們呢 不是在國內那些 不是在國內升上來 那些 國內升上來那些 是沒有假的 其反而是在外面讀 就是在其他外國地方讀完之後 回來HKU讀 那些呢 就是很多都是假的 就是全部都是做假的 那 那 就是 這一下子 就是 那當然 當然 是對於這個 大陸人的image 就更加差 就是 大陸人 就是大佬你食物 也可以選 雞蛋也可以選 什麼東西都可以選 如果連讀過書 你學歷都可以選 就是 你想一下 現在你不斷和它 融為一體 你想一下是一件 什麼的一件事 就是我會覺得 是真的 真的非常之意識 那 就是 作為在香港讀書 就是香港畢業的人 我就是覺得 真的好 而這個彩虹君就 就說 就是今次他們是要 他花錢這一班學生 就是最少是現在30人 預計可能可以去到80到100 預計 就是這一件事就是 他 要他們 拿回來的 不是大學 港大的那個文憑 而是一個犯罪紀錄 甚至是牢獄之災 那我覺得 要說得出一道 這30個人 都要報警 你不是做假文書的話 那你證據確鑿 那你和黃青霞 即是李隆基的女兒 有什麼分別呢 李隆基的女兒 其實我一向都沒有追蹤過這件事 但是 就是因為 港大造假事件 又是大陸人 然後我就去找回這個黃青霞 即是我很討厭 那麼久才去檢查他的Wiki 其實他造假也做得很誇張 他自己就是 中國女文行機師 兼飛機師 直升機師 工程師 藝術家 畫家 你想想 即是大陸人 講大話 是可以 是真的沒有譜 是什麼都可以說出的 所有東西都可以是假的 即是他那些畫 全部都在淘寶那裡逃回來 即是周圍送給那些名人 大陸人的質感就是這樣 即是他們不怕死 很大膽 搏得到就搏 搏不到 那就坐牢 即是他們的心態是這樣 但我們香港從來都不是這樣的 我們所有事情 你不是那樣東西 哪裏會有人敢這樣說 我不是飛機師 我會老闆 我自己是飛機師 我不是藝術家 我怎會告訴你 我是藝術家 還到處去送話 即是夠膽到是淘寶逃回來 即是這件事 這個真是文化差異了 香港人是做不到 只有大陸人才行的 現在這個文化 是不斷地入侵你 我真的覺得 香港如果你要發展 我都說 你殺開所有的 即是之前的變化 我們這個小城市 要繼續發光發熱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資源 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人才 政府又一直都不肯面對現實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已經移民了 那為什麼政府現在要有什麼專才計劃 那些高財通 優財計劃 一大堆的 不斷地吸引這些大陸人來 其實不少是黃青霞這一類 你除了黃青霞 你說會不會誇大 那不是 你看看現在廣大 只在 business school 找到30個是做假的 而 business school 他們 estimate 其實有80到100人 是會牽涉在岸的 即是都是假的 那你想想一下這個狀況 即是其實現在大量要 特區政府要大量吸引人才 吸引人才 他不斷說有海外人才來 鬼嗎 你不要說 即是你不要騙我 即是你哪裡有海外人才來 就算有 絕大部分那些肯定是大陸為多 那大陸那些 原來有很多都是作假的 那你審批 是不是要審得嚴格一些 先不要再說 不講這個高財通 我們一會兒講 大學 是不是審批那裡是有問題呢 即是我覺得審批得很鬆 即是我覺得一定是審批受得鬆 才可以讓他們偷雞摸穴 偷到進來 但是你會見到 就是因為香港現在很需要 有多些所謂的人才 所以有少少機不擇性 包括那時候講的那些什麼 家族辦公室 家族辦公室一樣 新加坡對於錢 他不是說對於不認識的地方的錢 就像中東那些 他們審得很嚴 情願要少都不會亂要 免得一搞就更汪河 人家有錢來 人家是要嚴格審批 不是你有錢來他就給 有錢來他懷疑那些他就推走 但是你香港就不是了 正因為你很desperate 想要人才 你想要錢 又有很多騙子 就是所謂的提子 提符騙子 那些騙子就是你 就是來騙你 就是知道你的心態 就像現在的樓市那樣 買家 大把貨擠 因為所有東西都下跌 賣家就很心急 就很想快點買 因為他要趕著去還息 就在這樣的狀態 樓市買家就可以吊著 就慢慢看 就是再跟你講一下價 香港現在的狀況就是 你很想要多些人才 很多錢 那些騙子還未來 就是你十個裏面 有一個騙子 你都很嚴重的 你想想這個量 真的很嚴重 現在這些騙子 是層出不窮 和無孔不入 這個黃青霞是一單 然後港大又有一單 其他大學 我很想知道 我覺得記者們一定要聚 中大如何 科大如何 城大如何 還有很多理大 一定不會只是港大 一定其他大學都有 到底是怎樣 還有這一班人 一定要去坐牢 我覺得虛假文書 你要力補香港的教育 你一定要把這些東西抽出來 你不要被其他人發現 你一定要自己抽出來 因為報警 好像院長所說 就是要他們得到的 不是港大的文憑 而是一個犯罪紀錄 甚至是牢獄之災 我就是絕對撐 但是我也是覺得 港大的審批 肯定是有問題的 肯定太鬆 因為現在全國的 香港的職業教育 讀老師那些 絕大部分都是大陸人 那我就明白一件事 就是因為很多都是大陸人 而院校是需要錢 那是不是因為 主要來讀九成都是大陸人 而院校又要錢 所以因此審批 又是很鬆呢 其實有很多個問號 我不知道 我純粹提出了一個問號 就是 讀老師那些很多 Tertiary Education 很多都是大陸人 九成都是大陸人 那是不是因此 而因為需要收入 而審批不夠嚴謹呢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就等於是 賠了自己的家當菜 你賠了自己的百年基業 你找到一個造假 我當你是一個Single Case 即是不會罵你 但是你這麼大規模造假 如果你不可以抽出來 報警查辦 其實一定會商量大學的標誌 你搞這麼久 你寫這麼多文章 要入這麼多國際文章 香港大學的排名 其實會越整越低 因為你全部都是假的 你想想這些新聞 是多大的醜聞 所以這個 那個優才計劃 原來這個黃青霞 就是透露她曾經入境處 說她自己的優才計劃入境 但是後來就發現 就是虛報學歷 行使假學歷的證書 誤導入境處主任 結果現在就要坐25個月 那就抵他死了 但是這些我肯定就是冰山一角 肯定是有很多 因為她高調 這些人你想想 多不怕死 你在做壞事 你都暗一點暗一點 香港人就是這樣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 不敢做壞事 做壞事就會暗一點暗一點 哪會這麼張揚 大陸人說謊是無譜的 可以有多盡就去到多盡 就是又是民航機師 兼飛機直升機 結構工程師 那些藝術家、畫家 你老公竟然是李隆基 你想想這件事 整件事是多麼 蠻可憐的 是不是 都不正常 但是他們就是有這樣的膽量 是可以吹到這麼大 吹到這麼含 死就死吧 那些不死就撥到 撥不到就坐牢 他們的心態是這樣的 好了 我深信這些 就不會是唯一一個個案 正如我說 因為確實 香港是走了很多人 這個是事實的 各行各業 其實都走了很多人 在走了很多人的情況下 那你唯有 政府是真的需要 多些人來 但是你需要多些人來 都真的是拜託 你都要看 你不可以給一些 好像黃青霞這些 這些造假學生 其實這些優才 其實我在很多 就是我的朋友做生意 其實我們私下都有討論 其實他們的HR都收不少這些所謂的專才計劃 是不是叫做優才計劃 或者叫做高才通的application 政府說到高才通 專才計劃 他們是尖字 本身已經很找到 但是其實我們自己的討論 和朋友 大家都收到很多這些application 基本上去發現 其實不是真正所謂的高才通 其實說的是 他們是透過這個計劃 很desperate地要留在香港 我相信絕對 就是 香港會有一些 給國內會有一些優勢 起碼你的旅程會很自由 我看過BBC有一段新聞 就是訪問大陸的高才通 那些優才計劃 為什麼他們要來香港 譬如有一些 他是LGBT 他在大陸始終的社會 都是保守的 他對於LGBT 他們是沒有那麼接受的 他來到香港 我會覺得香港相對 是很西化很文明 他對於LGBT 我們是很樂意接受的 還有譬如男女的 香港的女權 其實是相當高漲的 他會覺得對女人有多尊重 LGBT又沒有什麼 還有始終我對於他的財產 他覺得是相對有保障 現在新聞就沒有了 很多都是在網上 要靠自己找 你會聽到很多 大陸不同的銀行 提款的時候 他就會約談你 其實提款不是提幾百萬 幾千萬 可能是提幾萬元 他就已經要約談你 你的錢怎樣花 香港就沒有了 始終香港都是金融中心 我已經不敢把我國際派在前面 真的 在這樣的狀況下 他會覺得各方面 香港還是很有優勢 他們很想來 理解的是 良禽雜木而棲 水向低流 人望高處 這也是很自然的 所以他們這班人 以前肯定是來不了的 以前香港來的專才 真的是專才 譬如湯圍那些 張子儀都是那個優才計劃 這些是OK的 很正常的 你移民去其他地方 你試試新加坡 人家真的要選你專才 是要選最紅的 如果你明星 要選最紅的明星 有錢的要選最有錢的人 就算你是高材生 他都要看看 你哪一科的高材生 藝術文化很對的 即是 chips 那些 譬如說NVIDIA 這些 對的 科技是對的 其餘那些 可能就不對 很正常 每一個地方是選一些 自己適合用的人 他都要有社會成本 你以為黃青霞坐牢 我們不用社會成本 他坐牢 都是在吃納稅人的錢 你要給一個地方去坐 你要浪費這麼多 庭院的時間 又要去查 又要去判這些 全部都是納稅人的錢 沒有社會成本嗎 你越多這些假份子 我們的社會成本就越大 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 一定要三思 你不要收緊一點 你不要千萬為量 給一堆騙子 真的很嚴重 你的社會成本會很大 而且你會輸掉整個品牌 大學會輸掉自己的品牌 香港也會輸掉自己的品牌 你輸掉自己的品牌之後 你想補充 你想補充 很難的 那個時候 社會成本就更大 即是 不要為了一粒芝麻 虧了西瓜 這個真的 由小到大媽媽教 千萬不要為少少便宜 虧了西瓜 不會因為一個芝麻 捨一個西瓜 即是你想補充 我想補充 因為我是真心地 是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我真的覺得是很嚴重的 這件事 真的很嚴重的 所以我就覺得高財通和專財計劃 必須要收緊 反過來 其實我有少少建議給政府 我就是覺得 既然你 現在的樓市又這樣弱 政府又這樣等錢花 那你不如 不要專財 不要高財通 你不如這樣 就索性 誰有錢來買三千萬層樓 你便給他一個PR 即是你給他一個residency 至少他拿到三千萬 真金白銀拿三千萬來 我不管他有沒有學歷 但他起碼有錢 對不對 你現在又缺錢 你又救香港的樓市 我覺得何樂而不為 是不是 你無謂給這些 唉 我覺得真的很辱邪 我真的很辱邪 我真心對他很辱邪 我真的覺得 為甚麼要搞到這樣 即是沒有給這些 為甚麼偽造文書呢 其實他們用的成本 是很低的 可能他是給幾千元 或者給幾萬元 他就可以做一個假的學歷 一張假的書 扔印 然後他就可以來了 你想想他用這麼低的成本 去傷你的本 你想想是不是很不值 反過來 或者全部這些都停了 不再收了 不要再給這些 所謂的高財通 這些優才計劃來 你索性要他們真金白銀 拿錢進來 三千萬 四千萬 你買到一層樓 我就給你進去 那他真的 那他這些 沒得騙的 他真的要給這塊錢 買了一層樓 才可以 才可以來的 那你就可以救救香港的經濟 你就可以救救香港的樓市 那是否比較實際些呢 即是我經常覺得 做事是應該要Flexible 是否真的應該要Flexible 你發覺一開這兩 年幾兩年 我說不太對勁 你來的那些人 是否真的這麼精英 又看來不是 那你無謂要香港 你為了充一條數 而要令香港 要付出一個很大的社會成本 要付出一個 即是 雙入獄的成本 那我真的沒有什麼必要 那你反過來 就是要錢 即是 我就是要錢的 即是你進來 要不就買樓 要不就設定一個生意 你進去中環 長實租寫字樓的 進去Handerson租寫字樓的 那些 你租約起碼五年的 那我才讓你進來 才有這個residency 那行不行呢 是不是都可以呢 真的好過你現在這樣 別人用這麼低的成本 用了幾千元幾萬元 來拿你一個這麼高的社會成本 這些新聞出去 我覺得真的很想 香港尊重想 所以你說 是不是 是不是很灰呢 其實 每一天 我就是還沒醒 還沒醒完之前 我就是禁不禁 越聽就越精神 越聽就越想快點起床 然後 那起床做什麼呢 起床 唉 就是要自己想想 部署 就是要想想部署 就是 要為自己 都要想想 現在這樣下去的狀況 其實還沒說完的 我們待會去Patreon的時候 就再跟大家 就是還有很多 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但anyway 一擱著說 我就 就不記得了 就是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 讀書頻道的話 就可以送花給我的 花的這條link 就是 我把這條link 寫了在 這個 這個 留言區那裡 大家喜歡的話 就可以做這件事 就可以送花 其他台就喝咖啡 我就不用了 我女生喜歡花 那就送花 又或者 轉入Patreon 好了 我們現在是時候 轉入去Patreon 跟大家 還有很多話題 還沒說完 還有 我們來Patreon會員 會有一個Gathering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Patreon 加入我們的Gathering 好了 我們來Patreon 我們來Patreon 來Patreon